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这样 别克G128是非常经典的商务车 这个车的大小我个人认为更适合单位用 2.4的别克G128车体稍微大点 如果您家庭成员特别多 那毫无疑问是可以的 这种车的养车成本 我们会在专门的专题里面讨论 但是你一个月能剩1万块钱 养这个车轻松 因为你一年行驶里程只有8000公里 我们的测算 您的养车成本 每个月大概也就是1500左右 所以这个负担对您来说应该很轻 如果您不是家庭成员体量都非常大 老胡的建议就看一看另外一种MPV 就是本田的奥德赛 或者是东本的爱立参 这个车的大小定位更适合家用 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忙 胡老师你好 本人预算12万左右 想买一台二手车家用 省油一点 保养成本低 比较省心的车子 年限最好3以内的 性价比高的车子 胡老师有哪些好的推荐吗 像这个级别的轿车 您有两种选择 一个就是说紧凑型的 你像速腾了 卡罗拉了 还有新轩逸 还有一个就是说高一个级别的 车型的入门级车 比如说凯米瑞 雅阁和天籁 那么12万左右 买三年左右的车型 这个要求都能达到 老胡的建议 如果您的家庭成员不是特别多 体量也不是很大 可以考虑卡罗拉 轩逸还有速腾 如果您的体量比较大 或者车员比较多 我建议买什么呢 就是入门级的天籁 凯米瑞和雅阁 八代九代的都行 然后如果您推耳求其次 韩系的某些品牌 比如说索巴K5 还有这个麦尔宝 麦尔宝XL 基本都能买这一两年的 这个车到底买多大小呢 取决于咱们自己的家庭情况 如果是老胡我买这个车 我会考虑卡罗拉和速腾 因为这个车的大小 我们的家庭成员个子都不是很高 现在买太大的车 现在车的保有量太多 这个停车也不是很方便 车位很紧张 能找到的停车位置 你要买太大型的车 开起来费事 这个根据你自己的情况 您这个预算能选择的面更多 还有很多盒子品牌的SUV 比如说宾志 比如说肖克 还有这个入门级的RV4 CRV和齐骏 这种车基本上12万 也能买到2.0的入门版 基本是三年左右的 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到你 好 今天的老胡问答就到这结束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 跟汽车相关的问题 想问老胡 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 胡卡汽车 点击并在下方留下您的问题 老胡会在下一期节目中 为大家做一一解答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